入冬後的尼泊爾 經常被大物籠罩 蘭皮尼佛教大學 一早就湧入不少村民 他們要參加 慈濟舉辦的祟夢祝福 即東靈發放 村民排著隊 等待到處米鋪滿 像這樣聚殺城塔的做法 已成為不少 蘭皮尼村民存愛的習慣 我們以前在祖父母 我們不在家 我們不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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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慈濟在全球 即尼泊爾的扇足跡 只供播放兩支大藏經 受邀出席的法師及貴賓 看了之後 對慈濟有更深的認識 我們在家裡 所以在這個athon裡 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都養在家裡 我們都被玩耍 我們在家裡 gid produ不好 我們都會乾淨 我們他們一起 我們只能silent 我們מנ 我們都能 johnson 也好 我們就算 腳步更踏實 把紀錄陣營上人 及慈濟歷史的行願半世紀 透過肢體符聲說法 回饋佛陀故鄉的居民 慈濟志工也代表上人 發送符惠紅包 點燈時刻 眾人善命匯聚 祈求天下無災 人人平安 歲末祝福結束 志工更為村民送上過冬物資 吃的 用的 還有制服 讓家長不用再為 準備孩子的上學用品發愁 這件事非常疼痛 不少有些人 不少人家 不少人家 就不少人家 不少人家 不少人家 當家長在家裡 在家裡 因為家裡 在家裡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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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是冬天 我们有很多帽子 所以我们有就是说 一家看有多少口 我们都会提供这个绒毛帽给他们 就是孩子的是小的 大人的就大人 两场岁木祝福即动令发放 将近一千人次参与 村民满足的感觉异于言表 这份充满祝福的新年礼物 相信能陪伴大家 暖暖度过海冬 大爱新闻尼泊尔报导 大爱新闻尼泊尔报导